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6月16日 这是林小和谈投资理财的第88集 现在是凌晨2点10分 距离美股收盘大概还有两个小时 来看一下国际股市行情 今天欧洲三大股市收盘都是涨的 今天美股开盘 其实表现很不错 不过有个变数 就是联准会会在凌晨2点的时候 宣布美国这次会升息2码还是3码 现在2点已经到了 联准会应该宣布了 我来看有没有最新的消息 讯息出来了 这是几分钟之前FED宣布一次升息3码 这是自1994年以来幅度最大的升息 一次宣布升息3码 对现在的美股有没有影响 来看一下 美股道琼指数本来涨300多点 然后在2点这个时候打下来 现在只剩涨117点 纳斯达指数本来是涨200多点 也是在2点这个时候打下来 剩涨不到100点 不过现在又拉上来了 又涨160几点 今天美股震盪还蛮大的 很显然FED一次升息3码 对美股是有影响的 我不知道收盘指数会涨还是跌 不过其实我不会很在意 美股就是会涨涨跌跌 大家要平常心看待 今天这一集就谈到这里 下集再见 这一集是开装 floor